你会不会 划手阵 别逃卧错的嘴脸留给外面的女人吧 别把我正经工作也弄脏了 开始玩艺术了 我怎么觉得这么可笑呢 好笑吗 你笑我也没用 这事跟你也有关系 当然跟我有关系啊 也有我的一份钱 你拍戏那么辛苦 而且还是古装剧 那我少拿一点 你六我四 确实是相当的无耻啊 话不能这样说 你想付出拍戏 我这么地支持你 咱俩可是夫妻 应该五五分的 我现在少拿一份 你还骂我 我确实是应该 特别特别感谢你的成全 要不是你的慷慨 我还拉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呢 什么意思啊 你六我四这种话 说出去太难听了 你知道我们女演员 都喜欢安迪的较劲修恩爱 对不对 我也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老公画手镇 是多么地爱我 这次你老婆付出 我们应该怎么秀啊 这个我还没想好啊 你想怎么秀 我都配合你啊 我的戏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小事就没意思了 要来就要来个大炸弹 我告别了媒体那么久 必须给他们一份后礼 想要多后礼 你明着说吧 礼物已经有了 你买了 我总没有收到你的消费信息啊 千古以后这个项目 就是你送给我的大礼 是你为我全权投资 夺身定做的大局 你还给我安排这么重要一个角色 还是我老婆好呀 来 让老公抱一个 为了老婆可以付出拍戏 把自己家的别墅都抵押了 这不是真爱又是什么 还不能是那种旧别墅 一定是我爸打江山下来 送给我那个老别墅 一点就名 你非常适合做饮食去了 我是很聪明的 要不我会在金盛集团 你不会再打这栋别墅的主意吧 我会'M好 我上天的时候 跟那些大牧人 有点灵魂 没有了 我知道 大牧人 有点灵魂 今天下面 已经是大牧人 你只能不要 对对对对对对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颜总 对了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恢复玩笑 不用汇报了 我都同意 其实吧 我是想直接搬上来的 但是我觉得跟你说一声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 我得搬回拖延部了 行啊 你想怎样就怎样 谢谢 颜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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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总 各位 我桌上的这些文件都是谁的 自己过来拿一下 是 没人说话的话 那我就把这些文件当成垃圾扔了 叫颜总 凤总 站住 凤总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 好久不见 好久了 有好几个月了 我记得 自从我去江州 你却留在了上海之后 我们就好像没再见过了 最近好吗 挺好的 谢谢方总先关心 在我们这一行 的确是有潜规则 涨潮的时候 看上去的确很美 但是在退潮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看到谁在罗友 你从刚进公司就是我带的 我不希望你走完路 我知道了 谢谢方总哥 金盛现在的董事会里 除了画家人手里的股份之外 第二大股东就是容易了 据三年前的财报显示 股东们的分红比例 从每年的百分之四十三 上涨到百分之六十七 但金盛的净利润却以每年百分之十二持续下降 一般来说股东跟实际公司的经营者之间 百分之十二持续下降 一般来说股东跟实际公司的经营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但是像金盛集团这样 那么强势的股东 只怕背后不简单啊 你是说 有股东和公司高层通过安装购结的套利 丁一夫为什么死保金盛背后肯定有原因 我听说丁一夫跟华子贤两个人是战友啊 难道因为他们是战友 他就要抱着一个难空如洗的企业不放吗 那你的意思是 要找出丁一夫跟画家的关系 对我们收购精盛是至关重要的 方月宾走了之后 荣鼎负责人的这个身份 迟迟位子都是空着的 说明这个位子对丁一夫来说至关重要 荣鼎内部也因为这个肯定恰得厉害 对了 保安小华的事 要不要告诉方月宾啊 方月宾 你好 你好 我是集团的人 我想问一下 上个月十二号你们知道是谁负责 你是有什么事吗 我找这个负责人有些事想问一下 麻烦备回一下谢谢 这个不好意思 我是新来的 所以是有一些东西 不太清楚 你新来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上个月 上个月二十号左右吧 那之前的保安去到哪儿 方总监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走了吗 请问你是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方总监 请你出去 我们这边的录像可是不对外的 我要找的不是录像 我要找的是人 你要找的人 他已经离职了 其他所有的信息 都涉及到公司的机密了 我们不方便透露 方总监 请你出去 离职了 他为什么离职啊 方总监 你要是再不走 我们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告诉我 你是被正式招聘进来的 还是临时被叫过来 方总监 走吧 我把你放开我 你告诉我 那你干什么 我回来了 住手 陈总 这个人嫁给我 你们去忙吧 好 走吧 方总监 苏总我请 走 苏总 不 保安那天 差点打起来了是不是 你是那边继续盯着 你怎么知道我在监控室 我知道有人在监控室闹事 其余的事情我必须查清楚 最好查清楚 免得有人认为是我害死的去 你什么意思 现在都打扫尽时候了 你以荣禀项目负责人的身份 去调查 这么敏感的身份 你觉得能查出了什么 五千万被转走了当天 监控室的监控正好坏 燕飞正好去契雨家过夜 监控室的保安又正好辞职了 这么多巧合 这里边绝对有问题 你去监控室闹事 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调查这件事 你觉得那个失踪的保安 你还找得回来吗 我不管他们想什么办法 我一定会找到 如果你没有方法 你怎么可能找得到 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 我先走了 你就这么走了 还有什么事吗 我最讨厌别人 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 我知道那个保安在哪儿 你知道保安在哪儿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查清楚了 好打你的脸啊 来好 打现在打 滚出去 苏静 你不要无理取闹了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但是我们之间的事 你不要和契雨的事混为一谈 我自问我今天没做错什么 好啊 无理取闹的那个是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跟你什么关系 我没有理由跟你共享的是你 我出去 陈总 你这财务报表 想要通过上市审批 根本不可能 不管找哪一家 结果都一样 这不就是有难度 才来找你们求助吗 严总 你看这样 能不能帮我们夜沉地产 找个壳 在资本市场圈点钱 我们公司要是再融不到资 恐怕真的要完蛋了 这么多年的辛苦 全都打水漂了 壳不是你想找就能找的 首先要找一个 跟你业务相关的壳 然后最重要一点的 就是你现在这时间 太紧张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想要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壳 那这个壳的价格 可不会太便宜 这大概是多少钱 这个不好说 第一要看那壳公司的报价 第二嘛 你也知道我们荣顶 一分价钱一分货 燕总 你放心 这点钱我还是付得起的 好 孟总 你跟郑总说说具体情况 郑总 根据你之前给的资料 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评估 你们公司必须要采取借壳上市的办法 才有可能缩短上市的审批时间 这个呢就要比通过正常报审的上市 要复杂许多 当然费用也会多出一大截 但好处在于 如果借壳成功的话 你们上市的时间会大大的缩短 你能接受这个方案吗 这么说吧 来这之前呢 我也多方咨询过了 借壳上市确实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按照荣顶的实力来做这件事情 自然也是最保险的 只要时间能赶得及 我当然愿意多花点钱 如果你们觉得我之前提出的百分之四 太少了 我愿意追加到百分之七 郑总 你公司的财报都是要重新做过的 那些账就算是借壳上市 审批也是走不过去的 燕总 孟总 那你们开个价吧 百分之十 大公司确实是贵啊 成功率高也是值得的 那是 我也没其他办法吧 那就只能拜托两位了 汪总 就按你说得来吧 那是 我也没其他办法吧 陈总 那就祝合作愉快吧 合作愉快 接下来所有的事物啊 孟总会被你对接的 好的 方育彬 马上来我家干活 我就告诉你 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保安 我的园林这周放假 这是新到的植物 全部都要施肥修枝检验 全部啊 那这个仙人球也需要 你凭什么歧视仙人球啊 不是 苏姐 你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事情都已经发生成这样了 我哪有心情弄这些啊 方总监 你在我这工作三个小时 就能知道保安的下落 如果你回家 可能三天都找不着 这个账 你算得明白吧 行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把这活都做完了 你必须得告诉我 那个人在哪儿 可到时候又找什么借口啊 我还是挺了解你的 没有人敢说他了解我 我不会承诺你任何事 爱干不干 你 不干 你可以走 行我坐 工具可以了 这上面长得这么好 你去捡它干嘛呢 你看 这下面这叶子都是黄的 还有这儿 你看你看 还有这下面 这儿 还有这儿 苏姐 你 老板 我请你修修仙人球啊 好啊 行了 修剪完了以后 别忘了施肥啊 我告诉你 这个肥料全部都是兑好了的 不能多不能少 如果这些植物死了的话 你会连盆一起陪我一个一模一样 你 你故意的 我就是 好 好 苏姐 坏了 苏姐 他人觉得你好吗 苏姐 老板 坏了 想什么呢 这坏了 苏姐 苏姐 老板 怎么会呢 昨天园丁用了还好好的 昨天 你不是说你让园丁出去一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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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不躲啊 你这么突然你让我怎么躲 你好臭啊 你好臭啊 你这是什么肥料 有机肥料 苏姐 你找到衣服了吗 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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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关在外面了 方总监 活干完了 你可以回去了 不是 我衣服还在里面呢 再说了 我现在这样子怎么出去啊 你这衣服脏了 反正也不能穿了 你就这样回去吧 我这儿也没有年轻男人的衣服 你就这么回去吧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不是啊 我还在想你怎么就突然出去了 门也关上了 这密码锁 我也不太记得了 你别开玩笑了 开门好不好 我不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我就不应该答应你 你每次都这样 诡计独断 怪就怪你太蠢 智商感人 你快给我开门 还有 我答应你的我都做完了 保安现在在哪儿 你现在告诉我 保安 在你后面啊 方总监 我忘了告诉你 你回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这个交易才算结束 就这样 苏建你给我开门 把衣服给我 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成这样了 袁总 你就别笑话我了 我会被苏星给算计了 你俩不是分手了吧 又在一块儿了 一言难尽 袁总 你有没有开车 开了 救我一命 救你了 坐我车 我看你现在这样 特别适合挤公交做地铁 真的 袁总 小岚 老板 哥 别拍马屁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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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车吗 要坐吗 要 要 站好 别动 你别耍我了 袁总 别动 不对呀 想不想多车呀 不是 再来一张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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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别看 这照片值得钱了 翻了 还有吗 看一张还不够好的 看来你完全康复了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就见不得别人开心 说实话 我看到方云斌 这么狼狈的样子 我挺羡慕的 羡慕什么呀 难看死了 当然羡慕了 你可从来没这么对过我 你有受孽倾向啊 看不出来我才欺负他 保安在哪儿 他再回去一会儿啊 还没告诉他啊 不用管他 先吃饭吧 你看你 我太了解你了 你越是一欺负一个人 就说明你越喜欢他 是吗 那我也挺喜欢你的 你别偷灌溉你 你知道我说的是那种喜欢 记不记得 咱俩第一次来这家餐厅 是什么时候 好久了 那时候你刚回国 我在上海出差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当时我们也坐在这个位置 太久了 我记不清了 我记得很清楚啊 就这张桌子 靠着窗 因为当时你说你想开饭摊 当时你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 戴着一副珍珠的耳钉 就像个白雪公主一样 坐在我对面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啊 人在秘密即将揭晓的时候 都会有预感 这个秘密我可以不听吗 不想 那我也有秘密 我先说 不 你真帅 好 你可以先 当时我就在想 上海这么美 外滩也这么美 坐在我对面这个女生又这么美 这么美好的事情 在这一刻都属于我 苏季 签给我吧 干吗 你瞎呢 这就是我当时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 你看啊 标点符号啊 没用对 有的时候 情绪就会变得不一样 吓我一跳 来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 曾经有一个男人 真心诚意地想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距离现在有 五年三个月 零十六天 八个小时 埋了那么久 其实当时我想退的 当我想拿回去退太没面子了 阿比 我刚失恋 治疗失恋最好的方法就是 马上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当中 苏季 你这么好 我也这么好 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呢 我干了 你随意 我也干了 轮到我是我的小秘密了 五年前的某一天 我们在这间餐厅吃饭 坐的也是这个桌子 我记得那一天 你穿的是深蓝色条纹的西装 当时我看外摊 我觉得外摊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我见过穿西装最好看的 我当时就在想 月色这么好 我是不是要结婚了 如果我当时把这个戒指拿出来的话 我现在真的想抽我的 有些话没说出口就证明缘分没到 我们两个都觉得对方那么好 可是又继续浪费了我 阿V 承认吧 我们都不够爱 两个不够爱的人 即使在般配 最终还是会走散的 苏季言 你的琴 我领了 但是有些机会 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是因为方医兵吗 其实你很了解我 你知道我不会像对方医兵那样对应 我遇到他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种感觉的 以前的 都不算 可你俩不合适的 你也知道你们俩 完全是两种 你觉得合适最重要 我觉得喜欢最重要 我一天 苏季言 你可以不用这么着急地拒绝我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方医兵 但我也知道 你是一个超理性的人 你不会拒绝一个对你完全没有伤害性的建议 你把戒指 扔在了杯子里 就证明 你还在犹豫 苏季 我们干投资这么多年 有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在公司上市之前 千万不要给股东太大的期望 因为期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你跟方医兵就是 你俩一下子把情感拉到了最高纸 所以 死得很快 我们俩不一样啊 我们俩的感情 从来没有到达过顶峰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将来的岁月里 我们才会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这个 我儿父跟你说 想清楚了之后 带着他来见我 我一直都在飘啊 飘啊 飘 飘到一个没有人的海岛 运动到自己学会 这么有信心 不怕被拒绝 投资有的时候跟生活是一样的 要找一个 成长的空间大的选择 你是个优秀的投资人 这个道理 你懂得 会想关心我重要 我重要 都摊妥了 其实我们抽他百分之十真的不算多 这夜城的公司操作起来 一点都不简单 知道我们这栋楼吗 外滩金融中心BFC 这可不是一天兼程的 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一锤子买卖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名目问他要钱 还好你来了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回口了 这才得改 在我们这里没有回口一说 我们是正大光明地收取服务费 说得对 你说圆岳朗跟我们这么道貌岸然的 他就真的这么干净 说到这个这里没有回口一说 我们是正大光明地收取服务费 他另有引擎 这次我们一不小心挖倒了一个大炸弹 这次我们一不小心挖倒了一个大炸弹 这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他说话不算话 你说话不算话 你跟方雨宾就是这样 你俩一下子把情感拉到了最高纸 所以 刺得很快 我们俩不一样啊 我们俩的感情 从来没有到达过顶峰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将来漫长的岁月里 我们才会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我们才会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你要再不回我心间 我明天上你家赌你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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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医 Group 方总监 来 您站会 最近来公司上班 情绪恢复点了没 我本来就没什么情绪 我仔细想一想 上次你说的那些小项目 其实应该多多关注 我们公司就是在这方面有缺陷 你之前做的所有的工作 都是值得肯定的 来 喝个水 谢谢 燕总 对了 我下午要去见个客户 想请个假 这种见客户的小事 以后不用跟我说 你自己决定就行了 那我先走了 燕总 方总 又怎么了 见客户啊 扭子得扭好 这样显得整齐 谢谢 燕总 加油 今天发型挺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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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我不是你 你别说我跑什么 我问你 为什么从昊晨影师辞职 关你什么事 干什么 我辞职关你什么事 因为牵扯到一桩命案 我必须问清楚 你唬谁呢 放开我 再不放开我 报警了告诉你 报警啊 那你就去报了 你是昊晨影师 一个小小的保安 月收入三千 怎么可能 那么短的时间在上海买车 你管得着吗 我都是合法收入 合法收入 上个月初你的账上 突然多出了三十万 这三十万是一次性打进来的 一个星期之后 这三十万又一次性转出去 你知不知道单凭这一点 我就可以告你涉嫌洗钱 协助洗钱 你知道要判多少年劳吗 什么洗不洗钱 那根本就不是洗钱 那别人给我的 谁给你的 姐 姐 我错了 姐 那个 我全告诉你 千万别报警 我 我没做犯法的事情 犯法的事情都 都不是我做的 听出来了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原本本都给我说清楚 那天 来了个女的 我也不认识她 我都没跟她说过话 妹妹 你等等啊 是这个女的 就是她 都是她做的 跟我没关系 我 只不过把监控室的信号掐断而已 掐断个信号那么多钱 还说没有协助犯罪 跟我走 方语斌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带着这个人去跟孟威对质 真相很快就会知道了 我也希望契雨能得到安慰 对 还有 从今往后 我们不要再见面 不要再联系了 你说得很对 我们结束了 各自都应该有新的生活 好 荣顶公司目前将记者全都拒之门外 我们要在这里等到袁瑞朗出现为止 那袁瑞总会 你必须做我们一个说法 他不出来我们绝对不会走的 我们一定要让袁瑞朗学我们一个说法 嗯 对 哥哥 袁瑞朗出什么事 你喜欢点资本的人吗 上我身 你好像不住 你不行 还挺 危险的 孟威 袁瑞朗是你的老板吗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是我老板啊 什么什么看法 袁瑞朗杀人了你知道吗 杀人 不肯拿 你只想拿刀 Machine 你只想拿刀 现在再拿刀 你只想拿刀 你还还要刀刀 他侧赏 你还能刀刀刀刀 原锐朗七年前刚担任上海融定的总情谊 他用强硬手段收购了一家叫做正合国际的公司 工厂有个工厂厂长 良性很好 死活不答应原锐朗的条件 他就派人去调查他 结果没想到那个老厂长犯了重婚罪 他在老家还有老婆孩子 日子过得特别的苦 跟自己现任的老婆 那活得叫一个天差地别 结果原锐朗呢 就以重婚遗弃等罪名威胁那个老厂长 逼那个老厂长答应他的条件 老厂长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些跟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工人 羞愧之中跳楼自杀 这件事情被上海融定封存了档案 所有关于项目的资料 全部销毁 只留下一个叫做政科国籍的名字 袁瑞朗本来觉得自己可以满天过海 结果没想到还是被人换得出来 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老厂长的家属还在 如果要闹的话 当年就应该闹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闹 你说会不会有什么人在背后指使他们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已经尽力缩小这件事的传过范围 减少对公司的坏影响 你也去通知一下袁总 让他尽快给公司一个交代 喂 你在哪儿 不是让你以后不要联系了吗 你看新闻了吗 杨总出事 容底公司上海总经理袁瑞朗 在正合国企的项目中 采用强硬的手段进行收购 要求老厂长遣散三分之一的员工 报出老厂长重婚隐私 最终逼迫老厂长 最终逼迫老厂长 言飞啊 干得漂亮 袁瑞朗是丁一副的人 这件事啊 老丁要费上一百条舌头了吧 我认为啊 他肯定不会承认的 他不承认有什么用啊 股东又不识傻子 袁瑞朗刚来的公司 就捅了这么大的窿子 如果背后没有人指使 他敢吗 这么凶狠毒辣的收购 也只有他丁一副 能够做出来 别人看不出来 我还看不出来吗 这明眼人一看 也知道 这背后 实际上指使 袁瑞朗干的 院 Du 院 Du 院 Du